嗨,大家好,好康帕帕照 哇,各位好朋友 歡迎收看康內向老師好康帕帕照節目 在杜拜的直播報導 大家好 這幾天在杜拜,對不對 大家看很多都是醉的 都是Top的 讓我們觀眾朋友覺得說 一定要來杜拜 沒有來好可惜,對不對 哇 那今天這一集 我們好康帕帕照 要介紹在杜拜最豪華的中餐廳 說真的啦 看學老師呢 禮拜六也預約 要到帆船飯店去吃飯 喜愛看好康帕帕照的觀眾朋友 禮拜六呢 我們中午十二點 台灣時間下午四點 盡情鎖定 我們這次都展示 我們環環것도 欣賢晚飯店的報導 不過啊 潘 solchen老師也告訴自己 不要期待太多 為什麼 因為呢 我還是喜歡吃中國菜 環楚飯店要吃的是法國菜 因為要採訪 一定要過去 那今天我們這個好看趴趴照 採訪我們杜拜最大規模 最頂端的 剛才老師講過的 進去好像到皇宮一樣的 就是我們這一家 來請看 新時代New Time Restaurant 來在杜拜的Dara老城區 你隨便問人家就知道新時代 這座大樓的話 叫Legend Plaza L-E-G-E-N-D-P-L-A-Z-A 哇 你看一下 這麼高聳有沒有 我們餐廳會在我們傳奇Pleza 這一個的一樓跟二樓 謝謝紅酒杯進來 謝謝你 所以老師告訴大家 今天我們好看趴趴趴照 一定給你一個驚喜 大家敬請期待 然後我們新時代 這一個中餐廳老闆 我們是我們的總經理 這一個呢 姓潘 潘總 哇 我們真的好驕傲喔 聽說他是我們的內地呢 浙江溫州人 那你真是成功 真的是湯宣老師的偶像耶 目前這邊會不會熱啊 不會 今天的話是2月28號嘛 2020年 老師覺得齁 這個月份呢 來我們杜拜是很適合的 為什麼 也不會太冷 那也不會熱 大家一定會覺得很棒的 這樣知道嗎 謝謝我們的加深 好 然後大家如果準備好了呢 來我帶你們呢 來呢進到我們的新時代 我們的這個中餐廳 來看看呢 看一下老師心目中的偶像 就是我們的潘總 大家準備好了沒有 新時代呢他們這邊停車很方便 是在杜拜的老城區 那停車場呢 旁邊有公有的停車場嘛 停車方便 哇 在這裡呢 要招待呢 名人政要 清商旅遊 哇 或者是想要追呢 我們華人姑娘 或者呢 是想要呢 這個啊 追求喜愛吃華人 這個吃什麼 華人菜啦 中國菜 這個姑娘帶來這邊就對了 就是我們的新時代 這個 我們的中餐廳 來 來到這個大門 大家可以感受得到 哇 這個大門非常的豪華 有沒有 富利長房 謝謝 哇 我們來自台灣 你好 潘總喔 你好 你好 哇 好看爸爸照 我是Tony Chen 哇 潘總 哇 常常在媒體看到您耶 謝謝 謝謝 非常年輕喔 謝謝 能不能跟我們觀眾朋友說說話 好 歡迎 歡迎陳老師過來到你們一選 是 哇 謝謝 潘總來到我們這個杜拜 多少年的時間了 我 我來自溫州 在迪拜已經17年了 哇 來杜拜17年了 哇 那在杜拜的話 我聽說你有很多事業對不對 也沒有 其他的有個 有個 穿簾 軟裝 有做穿簾事業 然後呢 也做餐飲事業 對不對 先做穿簾事業嗎 對 先做穿簾 然後呢 我們新時代呢 這個中餐館開多久了 今年是第八年 第八年喔 那八年前怎麼會想說 這個從呢 穿簾事業 然後呢 再額外增加我們餐飲事業呢 哦 本來我喜歡 比較喜歡做菜 哦 喜歡做菜 這裡的以前中餐廳都不是很好 所以說我開開 把它改進一下 把它升級一下 把它up了 就像我們公司 我們公司也是內地公司 我們叫up up 我們都把它up 一定都把它up 謝謝 然後呢 潘總的話 有去過台灣嗎 還沒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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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哇 你真的是功德無量 你知道嗎 我這次特別謝謝你 謝謝 為什麼 因為呢 我們來到杜拜出外景來做節目 說真的 很辛苦啦 做飛機要做24個小時 是的 轉機轉兩次 是的 那這麼辛苦呢 一定要吃東西 是的 才有吃著好吃的開心 是的 吃著健康才有體力 是的 我們的宗旨就這樣 對 你們都做到了 謝謝 謝謝 你看看我現在蹦蹦跳 哈哈哈 能夠蹦蹦跳 你知道嗎 真的很感謝呢 我們呢 潘總 謝謝 然後呢 您這裡的話呢 這個裝潢也非常非常的高貴華麗 謝謝 謝謝 是的 那請問你 這些裝潢是怎麼來的 你看看這個畫面 哇 我剛才一進來我就說 好像進到皇宮的感覺耶 對 而且聽說你很多的這個建材啦 設備 都是要從我們這個國內運過來 對 全部是在中國運過來 1800年之前在那裡的食材各方面 迪拜都沒有 對 所以說我們都是從中國運到這裡 從中國運過來的 對 而且我有去打聽耶 說當時候啊 這個我們這個 杜拜的這個錢啊 就上千萬了 對對 杜拜的錢大概一千五百萬吧 一千五百萬 對 我們台幣換成台幣 我跟你講喔 超過億耶 一來一去的耶 而且是八年前耶 那現在不止了 對不對 哇呀 真的 很感動啦 真的非常的感動 歡迎你們陳老師經常來 哪裡 也謝謝啦 謝謝觀眾 在把忙之中 能夠跟我們這個 觀眾朋友見見面 好 然後當然湯炫老師 對 也要熱情的推薦來杜拜 歡迎大家 媒體們也經常過來 是最好的 一定要來找我們呢 潘總 一定要找我 一定要找我 新時代中餐館就對了 是的 是的 這也是杜拜第一的嘛 沒有第二的 對對 對不對 目前來說 中餐館目前 我看在十年內 沒有辦法 沒有辦法 這十年內 希望有 希望有 因為我也學習了 是進步 真的啊 太客氣了 好 那就謝謝你 謝謝潘總 謝謝你囉 那我就上面帶觀眾朋友去看看 好 好 歡迎 謝謝 我們一起 再見 再見囉 潘總 謝謝 大家有感受得到齁 潘先生老師有講 來到呢 我們新時代中餐館 他一區一區的 而且的話 潘總也告訴我們 在八年前呢 他們呢 就發了呢 禮拜前大概呢 這一個 剛剛講說 一千五百多萬耶 一千五百多萬的話 我們台幣的話 你經營八點五你看看 哇 所以這個裝潢真的 非常的華麗 非常的美麗喔 你看這個大理石 是 你有看到 哇 吉斯尼你好 謝謝吉斯尼說 潘總好 你看一下 我們他們是我們的 中華鍋 你們 炒飯齁 而且它是飄高的 一飄高呢 那種的氣勢喔 真的是很虧廣 好 大家可以感受得到 好 你看 這個雕法多好 哇 今天喔 來到我們新時代呢 這一個 中餐館 哇 來這邊相親 來這邊呢 這一個 婚宴 喜宴 聚餐 然後呢 壽宴 全部都可以 哇 大家有沒有看到這裡 而且整個空調喔 好空氣 清晰 好舒服的感覺喔 謝謝 你們好 謝謝 Nice to see you 弟弟 你好 我是誰 你好 你好 我是在這裡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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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是朱 你是經理還是 副經理 副經理 朱副經理 你好 你們跟我們解釋一下 這些是做什麼用的 這是點菜區 這是點菜區 這是菜牌 哦 菜牌啊 現在好進步喔 這個叫菜牌 對 裡面有各種不同的菜 菜類型 哦 像番菜啊 植树啊 哦 真的啊 有些廣州的草 早點類的 哇 我這樣一看 就桃花了 你知道嗎 廣州的沙拉 每一道都是這麼的精緻 看起來是秀色可餐喔 請問呢 我們這個 護理幫我們大概介紹 你們是怎麼分的 這樣一區一區怎麼看呢 您跟我們介紹一下好不好 首先這邊分炒菜類 炒菜類 炒菜類呢 又分青菜 青菜 哦 然後普通的炒菜類 還有分辣菜 辣菜 然後還有 辣菜是放辣椒 這個叫辣菜嗎 對 就是屬於川菜 川菜 香菜 就是比較 所謂比較辣的那種 是是 然後呢 還有煮食類 煮食類的 還有什麼 白米啊 這邊嘛 香菜炒飯這個就是 米麵粉 拜託你 它怎麼跑那麼快 還沒看完也跑掉了 是什麼點 那時候它 全黃播放 它是全黃播放 所以這邊等於看到沒有 待會兒要跑出來就對了 整個我們這一個區域就是點菜區 我們這邊都是給你現場的 像我們這邊有冰台 新疆的海生也會擺出來 這邊就是我們的冰台 好棒喔 而且我看一下 你們教會其實都可以接受的 你看像這個北京片皮鴨 是不是 也半支108 台幣不到1000 其實我覺得也是 也是跟我們台北差不了多少 價格還是挺可以的 物超所值 我覺得來這邊是物超所值 這個真的好進步 這種感覺真的好棒 然後我們再來看看這邊點菜區 這裡 這個又是什麼 二月新夜推薦 就這個月 新菜228 剛好二月 對 它就是經常會出一些新菜 特別推薦 如果出圖片的時候 就臨時開始推薦 是 後期有了圖片的話 我們要後期製作修改修復 會加在重新上場的電視機裡頭 是這樣子的 這邊這一道 溫州吃補糯米飯 這道您吃過嗎 你知道嗎 為什麼叫你吃補呢 對不對 這個 這個是念補嗎 對對對 沒錯 因為因為糯米飯 我覺得倒是蠻知道的 溫州我也知道 在浙江省 應該叫你一些比較好 吃補 不一樣的藥材 不一樣的 好 好 很特別 謝謝 然後呢 這邊也有 這邊也有 這邊是固定的就對了 這邊是固定的 對 所以剛才那邊是活動 這邊是固定的 大家有沒有看到 這個 一看起來就每一道都很好吃 好吃英文叫 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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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哇 這邊也有嘛 對 這邊是涼菜 所以外國人也來啊 外國人其實很多外國人 也愛吃我們中國菜了 對 因為我覺得你的圖 都動得很漂亮 也跟呢 我們的成品是一模一樣的 對 對不對 外國人呢 不知道那個 這個賣魚英文怎麼講 不會講 不可以講 不可以 看不看就可以 看不看你指下就好了 對不對 哇 各位有沒有看到 唉唷 好多 那總共的菜有多少道 大約呢 這邊大概 五六百道是有 五六百道啊 好厲害的 喔 潘雲先生老師目前的位置呢 在我們杜拜老城區 叫 Dera區嘛 它是杜拜的老城區 新時代我們的餐飲 喔 再請大家告訴大家 謝謝 喔 謝謝 這個是什麼 這個是在幹嘛的 這個是 就是推出了一個那個 類似於公眾號點菜啊 比如說桌面點菜啊 就是快捷掃碼入的 喔 快捷掃碼 喔 那一定可以用信用卡吧 信用卡可以用 信用卡可以用 還有呢 還有呢 還有什麼可以用 回信呢 回信錢包可以用嗎 微信展示現在 他沒有合作的公司 支付寶可以用 支付寶可以用 喔 信用卡可以用 對 美金可以嗎 可以 或美金 然後呢 當然呢 付呢我們的這個 豆瓣錢 對 豆瓣錢叫什麼 那個叫什麼 Dilam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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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 那美金叫大人 喔 我不要講大人 對不對 因為是美金 Dilamu Dilamu 謝謝 謝謝 你好 欸你們這裡 夫人員都好帥喔 這位也好帥喔 你好 你會講華語嗎 啊 中國 你會說中國話 喔 你會說中國話嗎 你好 你好 謝謝你 那您從哪一個省份來呢 廣東 廣東來了喔 來住拜幾年了 一年了 才一年就對了 那來我們新時代這個參與了幾年呢 參與幾年啊 大概七八年了嗎 你來這邊幾年 你來這邊幾年 我來剛剛好一年了 來一年 那你來我們這個新時代參與 來這裡工作多久了 去一點啊 就一年沒錯 他就直接來了 他就直接來了 我是要調查一下 哈哈哈哈 你好 今天幾歲 24歲 24歲了喔 那你目前在我們廚房呢 因為我知道在台灣齁 就是都有分階級的嘛 你現在大概是什麼階級 我現在來剛學習階段 才剛學習階段 才剛學習階段 一年了才剛學習 那你這一年都幹嘛的 因為多東西學嘛 這裡嘛 真的還在剛學 到處都學 邊邊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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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你還算學徒嗎 對 唉唷 那要當我們那個新時代 中參晚的主廚 要磨練多少年才可以當成主廚啊 當成師傅 要幾年 看客人嘛 看客人 你自己預定幾年啊 你給自己 10年嘛 唉唷 你預定10年喔 唉唷 真甘心 不容易 您會信 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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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生喔 那你一定沒有女朋友吧 有女朋友嗎 沒有 一定沒有 對啊 因為女朋友要等10年了等嘛 太丟了 現在先不要 先不要教 好好學習 對 先工作啦 我是台灣來的明星 知道我是誰嗎 我也長得蠻帥的 蠻俊美的 我會 沒有 我年紀大了 可是你看一下 我也是很俊美型的 我讓你看一下我自己 我想到年輕的主人是帥的 謝謝阿哥 拍照照片好啊 我的榮幸 有 就要幫你拍照嗎 好 可以啊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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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謝你別客氣喔 感謝你 很高興地遇到您了 靜默嘛 這邊莫先生 謝謝 哇 謝謝你 其實呢 他們都平時愛的 對 哇 年輕人都有朝氣嘛 我在想說這邊外星有特別選 對啊 他也是帥哥 剛才那位護理也是帥哥 對啊 那不是 沒有特別選 沒有特別選 真的 剛好了 都要臭腳就對了 除了我之外都長得比較帥嗎 沒有沒有 你也太對 你也很優秀的 真的很棒 謝謝 而且我知道呢 這邊的話有新鮮海鮮是不是 對 這就是活海鮮 海鮮區 海鮮區 活海鮮 活雞尾蝦 好 好 這個是蝦子 那這個是 這個活蝦是本地的 本地的活蝦 就是杜拜的 本地的杜拜 是 這個青蟹 從非洲過來的 非洲啦 非洲過來的 然後這有波斯頓龍蝦 波斯頓 波斯頓 你們的波斯頓龍蝦也蠻大隻的 他是從江南帶過來的 從江南帶過來的 對 還有 大隻的 大概一隻的話有 將近一公斤的 大概有一點 哇 這個澳大利亞的龍蝦 是澳大利亞的龍蝦 對 從澳大利亞過來的 你看一下 這個海鮮都是很尊貴 他們應該坐飛機還是坐船 他們坐飛機 因為不能坐船 坐船很久 太遠了 坐飛機快 對呀 你看一下 它還會動耶 它聽得懂耶 你超尊貴的 對 石斑魚也是本地的 石斑魚 石斑魚 我們杜拜本身有石斑魚 對 因為這邊靠海嗎 是 哇 所以呢 我們各位好朋友來到杜拜 哇 想念中國菜 要吃最好的 真的 招待親朋好友 招待貴賓 潘全老師熱情的推薦 我們呢 在呢 杜拜 Sara老城區的 新時代 中餐館 新時代中餐館呢 老師告訴你 很難告訴你地址 我也不知道地址 但是有一個方式 我個人說 可以找得到 Google地址 打 新時代 中餐館 或是 英文 新時代 它就找到了 對 所以不必擔心 找不到 他們的這個定位 電話 來 留一下 定位電話 如果呢 在海外 就是撥 Sturl 撥牌 加971 然後呢 杜拜的區碼是4 對吧 然後我們的區域號碼 250-1888 1888 三個八 250-1888 他這個很有緣 我在台灣 我想請問 你知道我住哪裡嗎 哪一個縣市在台灣 台灣我住那個縣市 剛好那個區碼也是 也是零市 剛好跟杜拜一模一樣的 你猜我是住哪裡 哪一個縣市 桃園 不是桃園 在中間那一個 台中嗎 台中 台中就是剛好是零市 對 桃園好像是多少 桃園是零山 台北是確定是零二 所以是來到杜拜很有緣 好棒 然後來 那這個又是孫桃 喔 生蠔喔 法國的 法國的生蠔 這個上面 這個是生蠔 這個是生蠔 有 這個是生蠔 這個生蠔還是活著是不是 是活著 它還是活著 對 哇 法國的 然後這個呢 這個是本地的 本地的這個貝殼 貝殼喔 其實我們一般都叫它蛤蜊 蛤蜊 我們英文就比較簡單一個 這叫Share S-H-E-A-L 有Share 它 反正就有殼 只要有殼 有殼就是Share Share 有殼就是Share的 這是英文是叫 有殼就叫Share 其實有的時候很有趣喔 它這個你看到嗎 就很大 它這個肉呢 是很飽滿的 喔 肉是飽滿的 對 口感吃起來還是不錯 挺棒的 哇 真的 來到我們杜拜呢 也只有新時代 我們的餐飲才有提供 這樣子 我們呢 很豪華的用餐 韓景 很美味的 這個中國道地的這個食物 讓大家享受 而且我叫你們包廂 你們包廂 可能說有13個包廂 13個包廂 還有兩間電位機 喔 真的是很high class 喔 High class 你看這個都飄飄的 這個是什麼 這個是木頭嗎 是木頭 木頭喔 哇 這個都是從我們中國運過來的 哇 這些你看一下 然後這個地板都大很實 你看 哇 它包廂真的好好喔 好豪華喔 我們可以去包廂去 給大家參觀一下 給大家參觀一下 我們給大家參觀一下 能夠杜拜看到 像我們宮廷式的這樣子中餐廳 我很感動的 這個就是歐式裝修 歐式裝修 歐式的宮廷裝修 你看 我挺感動的 喔 謝謝 我們就來這個包廂吧 好 來這個包廂 謝謝啦 這就是一個包廂嗎 對 哇 那我們這邊有畫畫 這一個包廂做多少人 這個包廂我們一般做十二到十三位都沒問題 十二到十三位 嗯喔 no preference 十二到十三位 大家有看到現場喔 這樣的包廂總共呢 我們是有十三個包廂 另外呢還有兩個宴會廳 所以我們宴會廳的話 最多可以容納多少桌啊 宴會廳 里邊大宴會廳 能做十六七桌 可以到十六七桌 喔 十六七桌 好 我們各位好朋友 你目前收看的節目呢 UP獨家直播 蔡林娟老師 我們的好看趴趴趴照 在我們的杜拜 最豪華最道地的中餐廳 就是我們新時代餐飲 喔 謝謝 哇我們的特別來賓 立林的李總嘛 對不對 你好李總你好 宴家你好 謝謝你又見面了 哇 我們知道齁 這個都是我們的企業嘛 對不對 對 對 昨天呢 我們去的 採訪的 那一家叫做什麼 西湖春天 喔喔對 西湖春天 西湖春天給他感覺就是說 反正一個人兩個人啊 比較像是自助餐 快餐那種的對不對 喔 對 然後呢 我們今天 喔謝謝 再給我們這個機會 來呢 訪問我們新時代餐飲 這完全就是不一樣的風格 對不對 喔 謝謝 謝謝 你都比較不怕冷喔 沒有 最近有點痠 有點痠 還是我比較寒啦 我這本心裡比較喊 你應該要我穿著這樣子 我就想說你不胖呢 這兩天是熱起來了 熱起來了又熱起來了 好 謝謝謝謝我們的李總 那新時代這個餐廳呢 目前是我們呢 這個 杜拜 杜拜這個區域啦 我們最豪華的中餐館 是不是 對 哇 這個頭銜這樣子保存多少年啦 從我們開業之星的話 應該有七年 七年喔 這七年來就是都保持Top1 一定要Top1 當時候呢 我們在設計上 我們走的風格路線 是不是就是要走Top1這個路線 那肯定是 那肯定要Top1的 喔 要肯定Top1 欸你知道 Top1不簡單耶 本來我們那個台北 你有沒有聽說台北 本來不是有101嗎 對對 101大樓本來不是Top1嗎 對 現在 現在我跟你講 現在好可怕 我們101好像排到世界 好像 我那天看好像第八第九了 是 現在Top1呢 跑到杜拜來了 喔 我要特別跑進去裡面去看了 那個杜拜呢 來 那一個呢 他們有叫杜拜塔啦 哈利法塔 對 哈利法塔 對 叫做哈利法塔 那名字常常有時候記不起來 我就特別要寫起來呢 還跑到裡面去 其實叫杜拜塔也沒錯啦 對 杜拜塔也叫哈利法塔 對 它是169層 高828米 喔哇 這個我把它記起來了 你看一下 能夠到一個地方喔 然後能夠到一個 Top1的那個 我都覺得 還蠻值得的 我今天下午要再去 另外一個Top1 今天都是Top1 Top1 我下午要去 那一個的話 不曉得你早就沒有去過 它叫做神奇花園 喔 我們這邊會流行叫奇奇花園 喔奇奇花園 你叫奇奇花園 它英文叫Miracle Garden Miracle Garden 你去過嗎 說實話 去好多次了 喔你去好多次了嗎 說實話 迪拜可遊玩的地方 其實並不是很多 所以說每次客人過來 或家裡人過來 喔你就帶他去 帶他去Miracle Garden 喔喔喔 好啊 那去Miracle Garden 這個值得去吧 他們說是世界上最美麗的花園 可能我不太懂這些東西 你不懂花就對了 花 花是說有 但它確實是只在冬季才開放 真的喔 到了三月底 它基本上就必然了 喔因為只要太熱了 太熱了 它花就沒花了 所以今天還好 今天二二八 欸今天是二二八咧 今天剛好是二月二十八 對 今天是二二八 二二八什麼日 二二八是什麼日 台灣的話 今天放假一天 喔喔喔喔 台灣放假一天 欸不過你看啊 好有趣喔 今天是禮拜五 對 二二八 台灣放假一天 那我現在在杜拜 杜拜的禮拜五也是放假日 喔喔喔 欸不過呢 我們的餐廳是全年無休嘛 對不對 喔喔對 是全年無休 其實真的是全年無休 因為人都要吃飯嘛 人不吃飯不行 對吧 所以我們新時代餐飲 全年無休 謝謝 謝謝 那 我們旅總的話 在這邊你負責哪些業務呢 在這邊我主要還是負責就是說 對外的溝通 就是說外部的跟政府部門啊 或者是採購這一塊 還是採購嘛 採購還是你 對對對 外年的一些工作 喔外年喔 這個工作在我們台灣就叫公關 喔喔喔 你是公關 所以你是男公關 這樣變得活動比較快了沒有 因為台灣在叫公關 因為要公共關係 喔沒關係要找關係 有關係最好沒關係找關係 我來到杜拜也會有關係啦 刚才呢 访问我们潘总 再一次接近李总 然后他没关系也找关系 所以下次再来杜拜就很方便了 因为有好朋友在了 好棒喔 谢谢 那这个新时代餐饮呢 我们知道你们这个菜好多了 那今天潘轩老师来呢 好看啪啪啪照要介绍给大家 对啊 您可以帮我推荐吗 您总可以帮我推荐吗 就是说这边菜品吗 对啊 菜品的话我可以给你安排几个菜 我们这边就比较特色一点的几个菜 我让厨房给你安排一下好了 好啊 那来介绍给我们这个观众朋友 好不好 那我还是先让他们做出来吧 可以啊 有食物的话比较好一点 可以啊 可以啊 对啊 有食物啦 给大家看比较现场 对对对对 他没有想象不然怎么想象 想象 哎呀 好棒喔 谢谢 那个 林总平时都没有什么娱乐是不是 有娱乐吗 还真没有太多的娱乐 真的没有太多的娱乐 一般就是稍微有空的时候玩玩游戏 基本上也没有别的娱乐 我看 因为把事情都精神时间都放在我们 新时代我们的餐饮 其实我还没有来之前 我不知道这么大规模 我只知道说呢 新时代餐饮呢 是很大 而且很有名 可是我一进来的时候 我看他一进来就感觉 真的好像到堂宫的感觉 这样的豪华的餐饮 对不对 我们的消费额大概是怎么样 你好 这是什么 你好 你用餐情况可以先用好好的娱乐 哦,真的啊,你看一下,谢谢你的体贴 哇,我们自己都有,New Time Restaurant 这里的话有最低消费吗?来到我们新时代餐饮 我们这边主要是分两个区域,因为我们楼下的雅座区 雅座区就是说,他们就平均能做四个跟五个,也有小圆桌 就是说一般的话,雅座区是不限制消费的 就是说你想,就算你点一个蔬菜,你也可以坐在那边吃都是没有问题的 然后像我们现在做的VIP区呢,是有一个最低消费在 对,像我们现在做的这个包厢,平均能做十六个人左右 还可以做到十六个人,对对对,能做到十六个人左右 这一边包间的最低消费呢,就是说是1200迪拉姆 才1200迪拉姆哦,那这样平均一个人只要80 对,我们这边的人均消费80到100差不多 对啊,平均只要80就有了啊 哦,80的话,我们算成台币,还不到1000元呢 对嘛,还不到1000呢,所以还蛮物仓所值的呢 真的,而且我觉得来我们新时代餐饮来吃饭 诶,这边有没有那个用餐时间限制啊 嗯,用餐时间限制是肯定没有的 哦,真的肯定没有的 哦,现在呢,有些节日有没有在台湾呢 他们叫翻桌,你知道吗? 有一个名称叫翻桌 你有没有听过翻桌? 对啊,就是说四个小时正常的都已经吃完了 对,一定吃完了 而且毕竟说大过年的,过年的重要时间呢 就是说,太多人有这个需求去吃饭了 对,是 我们可能也就是说,你尽量搞出更多客人 对啊,尽量帮忙啦 哎呀,你知道在台湾翻桌 我还曾经遇过就是90分钟 他就跟你讲就是90分钟 那一半是两个小时 哦,那如果你可以四个小时 那不算翻桌了 他懂不人 因为我们这边平时客人的话 因为我们营业时间是10点 早上10点半到晚上12点嘛 哦,早上10点半到晚上12点 有些客人会请客,他们会聊天 会聊得很晚 我们一般这边是不允许说去请客人 说我们知道营业时间到了 或是怎样的 哦,真的哦 真的这样一支哦 让我们感动呢 好棒哦 他如果12点还没离开 还在喝酒 对不对 还在聊天 在谈生意 我们夫人还是会陪着他们 哦 就我们最夸张的一次好像是 客人有留到早上4点钟 太恐怖了 太厉害了 是不是喝醉了 让客人喝醉了 忘记时间了 他们可能聊的东西比较多 对 可是我们真的是不允许跟客人说 对不起,我们要打烊了 对对对对 真的是规序了 哎呦,服务怎么那么好 啊,这样子员工会不会经常换 经常给你离职 那还好吗 主要是你的福利速度会比较好一点 比如说如果你说4年钟下班 那第二天可能会安排你休息 就让你补价一下 对了,还是以客为尊 对,以客为尊 我觉得这以客为尊这四个字 真的 我觉得去吃呢 别的菜真的感受不到 我觉得来吃我们道地的中国菜 真的可以感受得到 我们中国人都是以客为尊 对对 那我们也希望我们的客人 尤其我们up的贵宾 也能够体谅我们服务人员的辛劳 大家互相配合 谢谢 我觉得当中国人吃中国菜好幸福 我跟李总你讲一件事 我本身是留学美国的 你知道我会讲英文吗 可以我讲英文吗 那可能 当然 我是英文教授 我的英文很好 对不对 对 不会讲英文怎么来杜拜呢 对 那你知道吗 我在美国拿了两个硕士学位 就是读了三年 那当然我们在美国一定会有机会 到那个美国的餐馆 那是到一般的他们的西餐馆去 去吃饭 然后你知道吗 他们美国 他们这个waiter 在帮你点菜或者是服务 他不像我们 像我刚才看到 来到我们新时代 这个餐厅 我们的服务人员就在旁边 你需要他服务 就说马上请他服务 对不对 人家美国他不是的 他们的服务人员是照排的 就是说 假设他一个人 他负责 假设说他负责五桌好了 然后呢 他现在会从table1开始服务 他在table2 table3 他是这样子排的 那如果你是table1 对不对 那你要教他 他不会去的 wait wait 他table3 table4 table5 再轮到你table1 他们那边可能就服务人员 比较紧缺一点 他们是这样子的 我们这边的话 我们就尽量去满足客户 像我们包厢的话 平均会安排一个包厢 有一个服务人员 就一个服务人员 就站在旁边这样子 对对对 这个是非常非常的好 来大家告诉大家 谢谢 老师呢 目前在杜拜 我们新时代餐饮 那在我旁边呢 这位呢 是我们李总 那刚才呢 在门口呢 这个参向老师遇到的偶像 是潘总 对不对 那李总跟潘总 到底是什么关系呢 有没有关系 没关系就拉关系 李总说喜欢台湾的综艺节目 对对对对 对我们综艺节目 都比较喜欢搞笑 我这个节目 好看啪啪啪照 也是有点综艺化 因为你知道吗 我跟吴忠贤是有关系 我有跟你讲过吗 有了解过 有了解过 对有了解过 憲哥把潘总教老师 带入演艺圈嘛 当然他是我的恩人 那我教吴忠贤英格的学 那我是他的老师 所以我们两个人呢 的关系很复杂 是 不过 那喜欢开开玩笑了 这个 李总说喜欢台湾的综艺节目 为什么 其实说实话 我自己 像我昨天有说过 我是喜欢一个食物的人 喜欢美食的人 是喜欢美食 就是说 我很喜欢台湾 然后我就看综艺节目上面 很多就会有介绍台湾美食 哦介绍台湾美食 对 像我特别喜欢看那个 看西来了 看西来了 对 他们就经常有介绍 转身的美食啊 有夜市 夜市美食都有 我特别喜欢看这一类的节目 你喜欢美食 对对对对 这个还是八九玻璃市 还是跟你的事业有关啊 所以说 因为你现在是经营餐饮业啊 对不对 因为我喜欢美食 我才会经营餐饮业 应该这么讲 哦因为喜欢美食 所以才会经营餐饮业 对 那因为我经营餐饮业 我更需要了解美食 对对对 所以这个很好 相辅相成 你这种情况 跟通义圈是一样的 为什么呢 因为呢 我本身啊 我年轻的时候 我的事业是开门一补习班 因为呢 我喜欢英格雷训 所以我会开门一补习班 我开了门一补习班 我更喜欢英语 为什么 因为靠英语赚钱 对不对 所以这样有英语的 我就一直研读 stu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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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所以这个很好 把兴趣跟事业结合在一起 我们都是最幸福的人 好 那刚才谈到呢 您呢 跟潘总的关系 你们有没有关系 有有有有 是什么关系 再一告诉我们吗 呃 潘总是我姐夫 是你姐夫 对对对对 所以潘总娶你姐姐 对对对 对对对对 所以变成你的姐夫 好棒哦 她当你姐夫当几年了 呃 呃 大概是十五年左右 应该有 大概有十五年了 哦 那你姐姐现在在杜拜还是还在国内 在杜拜 在杜拜 哦姐姐在杜拜 感觉好棒哦 哇 所以你也是一位姐夫的关系 才进到我们新时代餐饮吗 呃 像的 像我姐夫她是 并不是说只是一个餐饮业的 她有说她有说 跟我说她有窗帘 对对对 还有她没说的吗 呃 还有什么事业 事业 就是说我其实就主要 比较关注于餐饮业 这一块 她很多其他事业的话 你也不清楚 对不是太清楚 对不太清楚 你不应该太清楚 哈哈哈哈 太清楚让你 让你姐姐清楚就好了 对不对 你不必太清楚 我了解 我了解 所以你姐夫呢 就请你过来帮她 是当时你姐姐夫邀请你 还是你姐姐邀请你 呃 当时 这个 当时的话 其实就是说我是在博内 大学毕业之后呢 就是说没有太多的事情 去 就说 就业环境 一个就业环境问题嘛 对不想要做什么 对不想要做什么 然后呢 我姐夫就说她是在 夹来迪拜开餐厅 是 想问我要不要过来 想问你 对对对对 然后我就看一下 我觉得我因为我自治愈 也是比较喜欢美食嘛 是 所以我就觉得要过来这边了 好棒哦 你选择是对的 对因为你姐夫不会骗你啊 你也不必大姐被骗 很庆幸很庆幸 很庆幸对啊 有些人你知道吗 你要跟他想说 这个海外啦 有一个工作机会 你要不要去 那我想了好久耶 那我一怕说 那我去的话 会不会被骗呢 对对对 那我请问你 我们新时代餐饮对不对 我们的同仁 我們的服務人員、員工、同仁 大概多少位啊? 我們這邊如果人員配置 衝作情況下面大概是八十個人左右 大概有八十位 那這八十位大概有多少比例 是從我們內地過來的呢? 內地過來的八十位 你們應該是佔有六十多位 哦!佔很高比例 因為最重要我們這邊主要 還是服務中國人會比較多一點 服務中國人比較多 所以第一個的話會考慮到語言 是不是? 都會講Chinese 這是第一個 那第二個呢? 什麼因素呢? 還有一個就是說 中國人的一個服務意識會更好一點 哦!服意識 就是親和力 是是是 還有就我們說一樣 就是我們廚師是肯定必須要做中國廚師 哦!中國廚師 才能夠做出中國味道 中國菜的味道 了解 我們很多食材對不對? 也要從我們國內運過來 對不對? 我們的調味料一定是百分百都要國內運過來的 才能夠做出道地的中國菜的味道 我了解 那我再問一個問題 湯學老師好喜歡杜拜 I love it here 那因為這個杜拜呢 他很整潔 很清潔 那我覺得他們人是很親切的 你知道嗎? 像那個 沿路上不是只有那個店家有沒有? 他們說來自巴基斯坦 巴基斯坦 不管是哪裡 他都會跟你打招呼 對對對 然後呢 我跟你講他會跟你介紹他產品 然後他可以一直講 講不完你知道嗎? 那最重要是你沒有買 他也不會生氣 不會不會 這一點我是覺得很不簡單 我是覺得來杜拜 你不會等老人痴呆症 為什麼? 因為你無聊就出去外面就好了 他們就跟你聊天了你知道嗎? 所以我也喜歡杜拜 那我請問你 假設呢 我啦 Tony Chen 我本人 來我們新時代 我來中餐館來應徵 你覺得我可能應徵上嗎? 我適合哪個職位呢? 你認為? 東京城老師如果來應徵的話 我來應徵 肯定能應徵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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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東京城老師這麼 不虛幽默 應徵這麼好 是吧 我可以把我這個 公關經理的位置 讓我改 我不改 我不改 你走 我不改 我不改 謝謝你啦 你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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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可愛 謝謝 感謝你啦 這樣給我信心 這樣我就很開心了 你知道嗎? 我覺得真的很開心 對,因為我覺得我真的還有價值 對,因為我覺得我真的還有價值 啊,謝謝 感謝你喔 欸,我們這裡的話 這個喔,您這個位置 因為您這個位置 您覺得公關經理 您要有些什麼樣的條件 才能夠坐您這個位置做得好 其實,說實話 我現在就是說 我第一次從程老師口中得知我的職位置公關經理 你知道嗎? 真的 你在辦理 因為我現在他們掛的是種啦 我知道 我知道,我懂 我沒有總的問題 就是說,其實我主要負責的還是採購這一塊 就是說,外國是一項與政府部門溝通啊 或者說去辦理一些各種 就是說,主要還是跟政府部門 這一塊 跟我們政府部門溝通啊 所以說,其實我自己這麼多年做下來 感覺也都順其自然了 就沒有什麼特別需要什麼技能 就感覺我會了 我學會了 就這樣了 第一呢,當然是,肯定是要回英語 所以你都用英語跟我們溝通就對了 了解了 肯定是要回英語 然後呢,對迪拜這些法律法規會有一些認知 大概能懂就是說,迪拜這個法律它一些相關規定嘛 而且說,迪拜這些法律很會變 哦,法律會變就對了 對,因為我們主要接措是簽證這一塊嘛 因為來迪拜不是要簽證嗎? 對,要簽證 就是說他簽證這一塊,聽上會變 一年有時候能變個兩上次 哦,所以你要隨時跟他們保持關係 對,隨時跟他們保持關係 了解 對,因為他們有的步驟是很繁雜的步驟 就比如說先提交勞工部啊 移民局啊 各個部門的步驟 他們經常政策會變 所以我們經常要去了解 了解 對,然後其他的一塊的話 主要還是看溝通 溝通很重要 對,其他的基本上是沒有太大的問題 是,我覺得李總你的外型也很棒啊 你給他感覺是文文如意啊 是不是 端得起台面的人啊 真的 也代表我們新時代 中餐館的一個形象 還慘 太客氣了 美食已經來了 我們給觀眾朋友看看美食好不好 有剛才跟我們李總聊天 然後呢 他們做菜也挺快的 對對對 對不對 哇,來來來 哇,你看一下 金絲美傳莫妙魚鴨 對,這道菜就是說 金層片皮鴨 嗯 叫片皮鴨齁 對,叫片皮鴨 其實就是北京烤鴨 就是北京烤鴨 對,對 北京烤鴨在台灣也有耶 也有北京烤鴨 你覺得我們的特色在哪裡 這一道 這個特色其實就是說 這道菜我們其實研製的非常非常久 像我們做這道菜的師傅 就是說從業已經30多年了 就在我們新時代 也是工作了七年之久 哦,就一開始他就來了 對,算是我們的元老了 原老級人物 哦,真的是元老級人物了 像我們這個鴨子啊 我們也是尋找過很多的 像現在我們種了這款鴨子呢 就是說 跟北京最有名的是川居德 跟川居德的鴨子同一款鴨 那就同一款鴨就對了 就我們吃一直在變 一直在調整 就是說 追求一個完美 像我們這款麵餅啊 我們也換了好多款了已經 這已經是我們的第四款了 都一直 一直在換 全新啊 求新全新這樣子 哦 而且我知道呢 吃這個呢 我們呢 北京烤鴨 這個調醬也很重要 對對對 這個醬也是我們師傅調的嗎 對對,師傅調的 哦哦 這個擺盤也很重要呢 很美呢 這擺起來很漂亮 呦,謝謝 在我們擺盤我們也是 就是裝盤這一塊 我們每年也都有換的 嗯 就是說 因為我們畢竟開了七年之久了 對 所以說我們要想盡量 給客人一種新的感受 哦,真的啊 對 所以那個擺盤也會換哦 對對對,像我們這盤子也是 今年剛買的 那你換的餐具 那你舊餐具怎麼處理啊 舊餐具 對 再換別的 對 再裝別的菜 是不是這樣子 沒有,就餐具的話 我們餐具也是一個磨損路 哦哦 所以如果過期了 就不要再淘汰掉就對了 對,淘汰掉了 哎呦,真的齁 我們在我們的中餐館 在我們的杜拜 哇 真的是 TOP ONE 真的是我們TOP ONE 我們呢 UP直播 好看PAPA的觀眾朋友 哦,你現在呢 有這個親朋好友在杜拜 哦,謝謝我們好帶進來 還是你本身要到杜拜 哦,真的都可以聯絡呢 我們呢 李總他人挺好的 看你是要團體聚餐 旅遊 還是呢 商業聚餐 最重要的是他們的營業時間好長哦 哦,早餐、中餐、午餐、下午茶、宵夜都有吧 平時的話 我們營業時間是早上十點半到晚上十二點對不對 那聽說你們禮拜五、禮拜六還有廣市早茶 哦,對的 因為很多客人有跟我們建議過 特別是廣州那邊的客人 他說他們想吃一個廣市早茶 問我們能不能做 因為我們主要還是粵菜為主嘛 就是廣州那邊的 然後我們經過研究呢 我們特別從國內又請了早茶師傅 特別去做這個早茶 哦 特別要從國內請過來就對了 哦,哇,謝謝 哇 一般的他們師傅齁 在這個杜拜 他們的工作簽證都給多久啊 政府部門他們給多久 像我們這個 我們這一塊的話是給兩年的 哦,就給兩年的 那兩年再換簽就對了 對對對,兩年你可以考慮就是說 是回國呢還是說繼續做 還有可以一個去簽這個東西 哦,了解 就是每兩年一約啊 合約就是兩年一約 這邊的工作簽證基本都有兩年 還有一個就是說在自由貿易區 他們會有一個三年簽證 哦,還有一個三年的簽證 那這一盤這麼漂亮啊,這麼精緻啊 能不能跟我們講這個價位大概是多少呢 這個價位的話我說 這個其實是半份的 哦,這才半份的 對,半份 因為我們人比較少嘛 我讓他們做半份 是是是 價位的話我覺得我們還先吃 先品嘗味道我們再收 先品嘗味道再收 先品嘗味道再收 因為價位可能會變動吧 對,對,對 是不是? 因為我們有它材料啊 材料啦 還有情況會來變動 對,對,對 這個位置呢 是在呢 我們呢 這個杜拜老城區 新時代中餐館 新時代中餐館呢 是我們杜拜最大最具規模的 我們的這個中餐廳 老師告訴你 他們的這個菜呢 可以說呢 非常的道地 在這裡 你宴請親朋好友對不對 還是自己享受呢 我們中國美食 新時代中餐館 絕對是大家最好的選擇 那它的位置呢 在杜拜的Dera區 Dera區 定位占線 大家可以記一下 杜拜的區域號碼是04 250 1888 04 250 1888 謝謝 小魚你好 小魚 小魚啊 有在線上嗎 你好 有什麼問題 也可以問湯英勤老師 謝謝你 哦 哇 感謝 謝謝 謝謝 好啊好啊 這師傅呢 也把菜呢 這個 準備好了 這邊我們的服務人員 他們是分幾班 要分幾個班次 我們這邊主要是分兩班進來 分兩班就對了 他們是分兩班 對 那兩班的話是怎麼分呢 時間是怎麼算 早班是幾點開始上班 我們這邊也是會兩班 不會訂的很死 也是會調動就對了 看當天的那個訂過 然後訂餐 主要是我們可能分時間到 目前的話 就是 他們就早晚兩個班 早晚兩個班 是 然後 新時代餐飲 我們這邊也有外送 也是有外送服務 有外送 哦外送服務 外送多不多 目前這樣外送多不多 目前來講的話 還行 可能這麼多 還行 特別多也沒有 有沒有人住那個 帆船飯店 因為帆船飯店 大家都知道 杜拜帆船飯店 住帆船飯店 然後呢 跟我們新時代 中餐館 點餐 請你外送的請 有啊 還挺多的 而且還挺多的 真的 這句話是重點 中的重點 還挺多的 為什麼 為什麼 住帆船飯店的 結果的話 跟我們 這個新時代 中餐館點餐 就是說 客人也經常會說 就會說 他們說 就說老外外 外國人的食物吃不習慣 你知道嗎 他們就喜歡吃中餐 還是喜歡吃中餐 對 重點在這裡 所以呢 我們來杜拜旅遊的好朋友 哇 湯向老師告訴你 你今天呢 看到我們這一集 對不對 好康 趴趴趴趴 哇 你有辦法把它記起來 新時代 中餐館 大家告訴大家 定位專線 我們杜拜 零四 二五零 一八八八 零四 二五零 一八八八 有旅行團 來訂嗎 有 有 旅行團也非常多 也非常多 他們一定吃得很開心 很快樂 經常會有旅行團過來 他們進門就會說 哎呀 終於找到回家的感覺 哎呀 這句話很好 來到我們新時代中餐館 終於找到回家的感覺 我們現在的觀眾朋友 我們線上六百二十三位 六百二十七位 貴堤 你們可能現在呢 在台灣 你們不會覺得這句話的意義 你單體會不出來 可是像湯香老師呢 來到了呢 我們呢 這個杜拜 我真的是這句話 我真的很有感動 也很有感觸 你知道嗎 你吃不習慣 你沒有那個體力啊 吃不開心啊 真的吃不飽啊 我跟你講 那整個人的心情都很不好 真的 你不要說還要工作 工作好了 對不對 對 那我們新時代中餐館 真的 真的 可以滿足呢 所有呢 喜愛中國菜朋友的味蕊 真的 來談談 我想請問一下李總 在你的經驗裡面 這個 哪些外國人 他們喜歡吃中國菜 他們都 會怎麼來點我們中國菜呢 或者是我們怎麼樣協助 這個外籍人士來點我們中國菜 他如果什麼都不知道 你怎麼處理 這個 我們當然我們也是有外籍員工的 一個就是說 畢竟中國 中國籍的員工的話 英語也是一個障礙 外籍員工 然後其實現在很多 外國人對於中餐的接送度 還是挺高的 他知道中餐嗎 對 因為中國文化非常的 遠遠流長 想國籍 而且就是說 如果說客人 外國客人點餐這一塊 主要是看它國籍 像我們亞洲這一塊的 就是說我們基本上 不用太多介紹 因為他們對中餐的表解 比較多 很了解的 了解全您的食物 然後歐美這一塊的客人 他們就是說 趕於嘗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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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吃了那什麼菜 他們都能接受 其實都可以接受 都可以接受 這比較好推一點點 但比較麻煩一點呢 就是說 是本地的一些客戶 中東這一塊的 因為穆斯林嘛 他們飲食有很多忌諱 對 我要講 穆斯林飲食有什麼機會 我知道第一個就是不吃豬 對 跟豬的關係 對 沒有 特別是這一塊 跟豬的這一塊 就每次 很多本地的 當地的客人過來 他們就會說 你們這裡是不是穆斯林的做法 這邊 上去有沒有穆斯林的 那個叫 那什麼穆斯林 怎麼樣做 那個過程 那個要求 他們就說你們像海鮮 海鮮的 處理方式啊 像牛羊處理方式 是不是穆斯林了 對 我們有這個東西 我們其實就很難去解釋這個東西 是 然後呢就是說 他們也會點菜這一塊 他們也會很小心 他們就必須要看清楚的調料表 然後呢就是說 他們會比較複雜做法 他們是不會點的 是 他們都會看下去 點一些比較簡單一點的菜 就是說 喔 我剛剛看一樓 也有穆斯林的團體來點 我看那邊好像有寫穆斯林耶 也會有 也會有就對了 哇 所以呢 我們新時代中餐館 就是這樣子啦 盡量滿足每一位觀眾朋友的需求 再請大家告訴大家 來 再呢我們呢 李總呢跟我們說明呢 在我們呢 新時代餐飲 是怎麼樣呢 滿足呢 各種不同的族群 你們的用餐需求呢 哇 我們現在桌上好多美食就過來了 哇 來來來來 我們呢 要請了我們李總 幫我們介紹 首先呢 這一道 是什麼 這一道菜呢 其實我們昨天在西湖村間有見過 是 這一道是雙湯魚 雙湯魚 過說我們昨天的那個魚是用國內的魚片做的 對 然後這個是用石斑魚做的 這是石斑魚做的 對 石斑魚 這活的石斑魚做的 而且活的石斑魚做的 對對對 那又up了嘛 又提升了嘛 對對對 再又提升了嘛 你這個擺盤就不一樣了 你這個好像是皇帝 康熙皇帝御用的那個餐具耶 對 我們這邊因為主要是 接一些商務招待嘛 所以說 稍微可能一種 上檔事宜的感覺 擺盤就不容易了 這個也是國內運來的 對對對 我們這邊都國內運過來了 我們各位up直播 好看跑跑的觀眾朋友 真的很漂亮耶 哇 謝謝 這個綠色的是什麼 是什麼菜 這個嗎 對綠色 這個是香菜 香菜 做好多點 其實我蠻愛吃香菜 可是香菜的話 杜瓣有嗎 有 就在這邊買的就對了 好 這是我們的酸湯魚 對嗎 對 好 然後再來呢 這個又是什麼 這個是湯 這個是湯 對 分味的 然後呢 我們這個是 冬瓜老鴨湯 冬瓜老鴨湯 對 有看到冬瓜 然後這個是鴨肉就對了 是不是 對 對 那這個鴨要多老 為什麼叫老鴨呢 要多老 老鴨的話 其實我們說 主要是 也叫反 也沒有說 鴨特別老 沒有叫特別老 不是鴨特別老 也確實需要 長到一年以上的 不能太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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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湯的話 跟營養 或者是味道 都跟不上 所以叫 冬瓜老鴨湯 有 有 好 你看這個畫面 好美 其實很清晰 你這個湯給他 感覺很清晰 對 這寡式湯的話 就 就清 不能有太厚重的 對 清淡為主 清淡為主 清淡體現食材的綠道 是 那我們看 冬瓜我們知道 那旁邊這個呢 這個是什麼 在畫面上看到 香葉 這邊葉子嗎 不是綠色的 是比較 這個 這個是香葉 這個是加香葉 就對了 用香葉 調料 這可以吃嗎 這香葉可以吃嗎 香葉 竟然不要吃 竟然不要吃 不要硬 要硬就對了 是這樣子 這個是叫香葉 因為我們這邊的湯品 都會加一點中藥材去燉 滋補 有啦 剛才那兩個字很重要 滋補 謝謝 謝謝 好 好 再來呢 我們看下一道 哇 你看 這拍下也好漂亮 你看 透過我們up直播 好看爸爸的節目 哇 你看 好漂亮喔 小魚你有沒有看到 其實我們中國菜很重視這個擺盤 對 擺盤其實真的是個藝術 你這樣透過我們這個畫面看起來 真的 好美喔 哇 這道菜呢 這道菜呢 是香煎澳袋 香煎澳袋 對 澳袋是一種魚嗎 呃 它是袋子 袋子的話 是貝 貝殼類 喔喔 海鮮 海鮮類喔 小魚有沒有看到這個畫面很美 你在截圖了嗎 哇 叫香煎澳袋 然後這個綠色的 對 秋葵 秋葵 秋葵也很好 對 秋葵呢 我知道它有那個 嗯 多吃秋葵對我們胃很好 秋葵有很多一些 嗯 對身體很 很有益的 它有黏膜嘛 我知道秋葵是有黏膜的 喔 你看這擺盤好漂亮喔 欸 那師傅好厲害喔 你看 師傅的話你看 它這個呢 好像一朵花齁 它的 中間這個瓣呢 是用我們的 這個叫蒜 對吧 我們叫大蔥 大蔥 喔 那能不能弄這樣子 那這個圓圓呢 又是什麼弄的 這圓圓的是西瓜 西瓜 西瓜挖出來的 喔西瓜啊 唉唷 你看一下 像這個呢就是糖 我也是我們師傅做的 喔 那那這個是糖 所以這個是可以吃的 可以吃 喔這個可以當甜點吃 喔 有一些小朋友來了會經常 在這邊工 工藝品去吃的 喔喔喔 那那這兩根又可以吃嗎 這兩根吃 餅乾 餅乾那個 我們叫那個什麼 什麼餅乾牌的 我們叫那個什麼 什麼餅乾牌的 巧克力 所以都可以吃的 對 所以這整盤是都可以吃的 對 哇 小玉有沒有看到 是不是 我們把它當成呢 來到我們新時代喔 中餐館 喔 也把它當成呢 藝術先拍照 欸有沒有很多人會像我們這樣子啊 還沒吃之前 會會會會會會會 趕快拍照 趕快打卡 欸現在都很流行 這樣子 好外國人現在都是 對 也是齁 因為好美喔 真的 它會拍照 然後拍起來會去學 看看 我們擺盤的話是每個月啊 都會創新 就會讓我們去研究 想要擺盤更好看 剛剛去盤子的造型 因為盤子也經常晃了 是是是 對於盤子造型 我們經常去研究這個擺盤 因為一個食物最先第一印象就肯定是它的一個外光 沒錯 如果一個食物展現出的狀況是一個非常好看 非常漂亮的一個狀況的話 就是說可能增進我們的食慾 讓我們心情更加愉悠 嗯 已經肚子讓你呱呱叫了 因為增加食慾 你看我剛才就在呱呱叫 都不好意思 真撕裏 可是不好意思 控制不了啊 這個太美味了 我在這邊能感受得到 哎呀真的 歡迎我們倩倩 倩倩進來 歡迎我們盤子91 謝謝你 盤子老師目前的位置呢 在我們的杜拜 Dara老城區 為你訪問的是我們呢 這個杜拜 最頂級的TOP1 我們呢 TOP1的新時代中餐館 再請大家告訴大家 謝謝 好 我們再看下一道 哇 來這裡 這道菜脆皮牛腩 嗯 它主菜呢就牛腩 哦就牛腩 對 這個牛腩 那牛腩外面還裹了一層東西 是不是 對 這個雞蛋液和麵粉做的一些 炸出來的一個脆皮 哦哦哦 叫脆皮牛腩 呦 好漂亮哦 哇 這是老菜的新做法 叫老菜新做法 對 怎麼說 因為牛腩這道菜這個食材 其實是很普通的 對 它就叫牛腩 很普通的 但是這個菜呢吃上去 它外邊呢是香酥脆 爽口脆口的這種感覺 嗯 所以它裡邊和外邊是兩種 不一樣的感覺 嗯 更豐富的口感 對 是 所以來到我們新時代中餐館 就可以吃跟外面不一樣的東西 真的是不一樣的 新菜品的研發 然後我們也是一直在牛腩進步的 對 是 它這個牛腩 你們這個牛腩是不是要先去熬啊 先去熟熟嘛對不對 對 先去熟熟嘛對不對 對啊 哇 你如果說沒有告訴我牛腩 我真不曉得這是牛腩 真的 它可以想像很多種 好像糕餅類什麼的 對 可以想像很糕餅類的 嗯 有沒有 哇 小韻有沒有趕快拍照 我們歡迎阿孝進來 哇 你看 看到美食呢 我們現在人數呢 衝到777 趕快幫我們加油 哇 衝刺衝刺 彰彰給我快一點 紅酒杯 謝謝你 幫我們衝刺好不好 幫我們撒個紅包好不好 幫我們衝刺一定要破千 真的 你看這個美食當前 大家看一下 截圖喔 截圖 我們破千來撒紅包好不好 哇 幫我們衝刺 彰彰給我 其實觀眾就這樣 你看 他看到美食喔 趕快截圖喔 那個你看 就一直在彰彰給我了 你知道什麼叫彰彰給我嗎 那是閩南語的 你知道什麼叫彰彰給我嗎 你知道什麼叫彰彰給我嗎 喔 哈哈哈哈 快解釋一下 好尷尬 對 不是 因為我覺得 有時候在溝通喔 我們講什麼話 讓人家聽得懂 沒有我會怕說 人家會誤會 你知道嗎 對 我常覺得說我們講什麼 人家聽不懂 那我自己就在那邊很開心 所以他就說 在這個環境下面 我們大概能猜到什麼意思 對 那您猜 應該是棒的意思 就彰彰給了 彰彰 對 他在什麼時候會特別用 你知道嗎 喜宴嘛 我們不說喜宴嗎 那喜宴的話 是不是有一個習慣 我不曉得內地有沒有 是不是有個新郎新娘敬酒啊 對 一定有這個屈服 有的 然後呢 譬如說我是新郎非常好的朋友 很熟的朋友 對不對 那我呢 在家裡有熬的這個藥酒 對不對 那新郎一過來呢 我就跟他講說 來 我幫你倒一小杯 這個我 這個熬的這個藥酒 你喝一口就好 晚上讓你 彰彰酒 哦 老師是來開車嗎 你了解那個意思嗎 就是 那個彰彰酒 其實它是一個很好的話 這個一吃起來也會彰彰酒 就對了 體力精力都充沛啦 好 謝謝你 謝謝 好 我們下一道 這個讓我想到英國 英國有一個景點 哦 就是巨石鎮 來 這個是綁紗玉 李總來跟我們介紹 這個是綁紗玉 裡面的煮菜 那是芋頭 哦 煮菜是芋頭 煮菜是芋頭 綁紗玉 嗯 這個算甜的 這是甜點 算甜點 就對了 綁紗玉 哇 這是芋頭 你看 然後呢 它外面裹這一層是什麼東西 裹這一層是糖 哦 裹糖就對了 對 所以它本身是屬於甜點 糖霜 哦 糖霜 這是甜點 那你看 這個是我們的小黃瓜 哦 你看用成了一個有沒有 水桶的造型 水桶的造型 而且這個東西是我們中國味道 對 我們這個 我們那個時代 因為我是1961年生的 那個時代就還在用這種東西 所以我就很有感情 哎呀 好棒哦 我們的主廚都要學這些雕刻嗎 還是有專人在做還是主廚的嗎 這個 就是說做廚房這一塊的 他們基本上多少會接觸到雕刻這一塊 是 就是說個人工 可能工地不一樣 但是多少叫他們 標一些簡單的 都是沒有多大問題的 這樣子哦 對 哇 那AZ你好 歡迎你再次的進來 我們的 喬治 謝謝你來沖刺 哇 美食當前呢 我們破圈就來撒紅包 謝謝 我們各位愛往前飛 要特別感謝AZ哦 幫我們這樣再沖刺 哦 謝謝 你知道什麼叫撒紅包嗎 嗯 撒紅包就打賞 對 打賞 我剛才講一下 我們現在881 我說破千要來撒紅包有沒有 哇 就給它加碼下去 因為今天要給它up 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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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你看一下大家就一直在衝刺 謝謝 謝謝啦 好漂亮哦 哇 其實你看 這些菜呢 我們大家就可以感受得到 哦 待會兩位就跟我們一起用餐嘛 好不好 你們都還沒吃吧 待會可以一起用餐啊 哦 沒關係 別客氣 待會我們大家可以一起用餐 你看一下 大家邊用餐邊聊聊天啊 多好多舒服 你看多美麗啊 哦 非常感謝 謝謝 謝謝哦 好 哇 大家看到呢 我們呢 我們呢 新時代中餐館 今天呢 為了我們呢 好看爸爸照節目 幫我們準備了 他們店裡面的 招牌中的招牌嘛對不對 其實我想請問李總 店裡面的話大概呢 我們呢 曾經這個做的菜色有多少道啊 我們 你曾經想過嗎 我們其實菜色很多 實際上 對因為我們就是說 因為開設時間比較長嘛 是 所以說我們就是說 需要不停的研發新的菜色 還在研發啊 不停的研發新的菜色 去滿足更多客人 特別老客戶 他們就是說 呃 很多客戶就是說 有時候一個星期 在我們家都能吃到四五天 真的還在四五天啊 他們經常會說 哎呀吃來吃去做這幾道菜 所以說我們就不停的 要新菜色 哇 最高峰的時候 我們家將近是有百來倒菜的 哇 有百來倒菜 到後面 後期呢就是說 我們就是說 因為存放了一個 備貨的一個壓力嘛 所以慢慢傷減 就把點當綠的菜回去 把傷減掉 嗯 所以現在目前的話 應該是五六十道菜左右 哇 那是最長點的 對 最長點的 對 當時就是說 我們可能有時候 會有點隱藏菜單 就說要客戶 真的很想吃什麼東西 我們可以回去幫助他 欸有 欸人家那個 在台灣也有一種 他們叫做 無菜單料理 對對對 無菜單料理 欸那個 台灣有一種 他們的一個模式 你可以參考一下 他們呢就是說 最少兩個人可以做 那就是無菜單料理 那就做套餐 這樣子 我們這邊 目前沒有套餐吧 沒有套餐 沒有套餐 沒有套餐嘛 都是你點菜點嘛 對對對 那一種的話 套餐的話就是說 可以用無菜單料理 來思考一下 這個帶來的一個參考 這個帶來的一個參考 那個意思就是說 就廚師做什麼 我們吃就好 對對對 那我就在無菜單料理 對 那無菜單料理說 我來了 那我先預約好 那我要套餐 無菜單料理 那廚師做什麼 我就吃什麼 看有什麼東西 他廚師做什麼 其實我自己吃起來 覺得不差欸 反而有時候我覺得更好 可能有一種驚喜感在 驚喜感 驚喜感 可能就是說食材 因為廚師也會運用當季的食材 對對對 而它 這個主要 變化 對於我們來說可能就是說 一個人口基數的一個限制 就是說在台灣 人口基數比較大 像大陸一樣 台灣也一樣 人口基數比較大 就更多年輕人會說 我今天不知道吃什麼 我去試一下這個菜 是是 不過像我們 特別是像我們現在一樣 就是說 商務衣料理更多 不可能說 有些人坑怪一大多人 就說 我也不知道今天要吃 什麼 這樣會 雖然會有驚喜感 但是更突兀 太突兀了可能 對 它是這樣子 一般來講 就無菜單料理 就不會很多 大概就是兩三個 那種的 但一般都兩個三個 大概也很少說 一個人來吃飯吧 那這邊應該就邊吃飯 邊聊天 我們這邊 遙多的可能就是說 一桌人 一桌 一桌人 對 十個人左右 十個人左右 商務宴請 然後 我們都比較屬於一種 這邊接待 比較屬於一種 比較正式的層次 它覺得比較正式 對 感覺的出來 然後的話 能不能跟我們大家談一下 其實的話 關於我們這個抽驗這個問題 我們這邊的話 通常規範是怎麼樣 那個包廂是他們自己決定還是 包廂我們是自己決定的 因為說實話抽驗這個問題 還太多了 對 特別很多人就喜歡吃飯的時候 或放後 抽驗 抽驗的人群它是蠻多的 所以我們包廂內 是讓客人自己決定 你要不要抽驗 是這樣 包廂就自己決定 對 如果是別的地方的話 我們一般原則的情況下面 是禁煙的 我們公共區域是禁煙 大廳是禁煙 大廳是禁煙 那包廂的話是可以自己決定 好我們加油980位了 我們現場的貴賓 待會我們破千的話 請我們這個杜拜新時代 我們的中餐館 我們的李總 李蓬蓬 我們兩個都有盆 李蓬蓬 來幫我們送出撒紅包 你知道怎麼撒嗎 沒有研究過 我沒有研究過 他多好玩 我先給您介紹 因為我覺得馬上要破千人收看 來 要這樣子 我們這一個 這個是禮物有沒有 這個是禮物 對對對 按起來就是禮物 禮物 那這位不是紅包嗎 那這邊有紅包100 有紅包500 有沒有 紅包1000 這個就是紅包 那我目前還有941 這個就是我這個 我去儲值嘛 那我就是撒紅包撒 我撒的這個就會減少 對不對 所以我愛941 所以941 有這100 我就可以丟 丟9次了 這樣了解嗎 這就叫撒紅包 那觀眾就可以搶紅包 這個就是叫撒紅包 來 謝謝 我們大家再加油 995了 AZ 謝謝你幫我們分享 幫我們廣播一下 趕快來到 湯妮謙老師 UP直播間 很難得 其實 湯妮謙老師覺得 我們好看爸爸 知道在UP公司 是主打的一個旅遊節目 那也是我們 這個唯一的出外景的節目 公司對這個節目 其實是很讓我感動的 你們想 李總你們思考一下 我們這一次是從2月11號就出門 我們訂3月3號回到台灣 前後22天 22天你看 我們節目製作主 對不對 我們到埃及來到杜拜 你看這22天的這個節目 我們的預算大概要多少 如果說你今天要到埃及杜拜 從台灣過來 從台灣過來 所有的費用加在一起 所有的費用加在一起 因為我們都是要這個 機票啦 旅遊吃住啦 對不對 交通工具啦 這個全部都要嘛 對不對 你覺得這樣多少 說台幣嗎 好啊 說人民幣 說人民幣吧 台幣匯率比較有概念 是 人民幣我估計就要十幾萬以上 對啊 你看一下 蠻不錯的 所以你講得非常好 對啊 所以我很謝謝 謝謝我們UP公司 這麼支持TONY CHECK 所以我就告訴我們觀眾朋友 這樣的節目其實 平時要看是看不到的 內地直播也很盛行 以前的話 李總本身看直播節目嗎 嗯 看了 婚前看嗎 婚後不要再看了 婚前婚後看了多爽 對啊 大家知道我知道 直播我基本上是不看的 對 因為你知道 大部分的直播節目都是 女孩子啦 對不對 講講話啦 對不對 你不知道在看什麼 你知道 也看不到什麼 對不對 所以一般人對直播節目 就覺得 真的 不是要什麼節目 那也不是節目吧 就聊天 對不對 對 對 是不是 那後來的話 真的我們UP直播 好看爸爸糟糟 真的就是不一樣 因為我們做這個節目 一方面公司很支持我們 那當然的話 我們這樣沿路採訪也是有辛苦 也是有辛苦 阿好兄講什麼又聽不懂 那多好害怕 你知道嗎 他講什麼又聽不懂 那我們 只會跟 I'm sorry I apologize I'm sorry I apologize 可是他也許聽不懂 對對對 像迪拜這邊普遍偏有上點 就是說 主要拍女士這一塊要小心一點 對女士不要 我現在就懂了 尤其人家那個門那個面紗 對 對 都勉強 你就不要去拍人家 那我已經懂了 我已經學到這個文化了 而且 在這個迪拜還有蠻有趣的 他的這個 做捷運 他那個捷運呢 有那個女士車廂 我跟詹基里 有一次我們不知道 你知道嗎 我們也不曉得 想說這個比較好沒人 對 就進去了 然後我就坐下去 那一個女士就一直在看我們 一直在看我們 然後也不曉得 我說什麼是在看我 到底是什麼 後來我再看 奇怪怎麼都沒有男的 只有我跟張經理 後來就看那個標語有沒有 For women and children only 對 我講話 So sorry 這些很多都是 都是我們 我們採訪的一個 經驗 也是很有趣的地方 對對對 我們每個國家有不同的習俗 跟一個經驗在 所以呢 我想我們呢 好看爸爸的貴賓 這個 你們呢 透過呢 這個我們up直播節目 然後呢 你們好像呢 你們也是有杜拜嘛 那最重要的是 你們下次呢 再來杜拜的時候 對不對 對不對 哇 那你就不必要擔心了 不曉得到哪邊吃 我們最道地的中國餐 當然就是今天呢 我們採訓老師熱情推薦的 新時代中餐館 你們把它截圖 大家告訴大家 好 大家呢 說要搶紅包了 有 你看我們現在已經人數多少 看我們 一千零五十六 好 一千零五十六 哇 謝謝 來 一千零五十六 然後我們讓我們的這個主人家 我們的 那我再放 對呀 對呀 哇 來 幫我們發紅包 然後我告訴你 來 我們發這個 那你這個只要按贈送 按下去 就可以了嗎 按下去 大家來 然後我們自己也可以搶 我大概搶 這個 這個二對不對 就搶到 兩 來 有搶到紅包的 告訴我們一下 好不好 告訴我們李總 那他發出的紅包 你們有搶到 哇 原松搶了十一 有沒有 哇 恭喜你啦 搶了那麼多 這個老威 你看一下 檀子九十一搶了三 喔 Have Me 搶了十二 有沒有 他們就把它列出來 對不對 唉唷 喬治 那這個喔 搶十一搶 小魚搶了十五 已經感謝李總了 哇 李總帥不帥 帥 李總好不好 好 對不對 李總害羞 李總害羞了 這樣他才會再丟啊 對不對 你們要嘴甜 你看一下 李總好帥 這樣要嘴甜 哦 他們希望你再丟 來 我們再丟第二次 沒關係 那我就 借老師花線火 好 沒問題 哦 我們再第二回 哦 給它按下去 好 再來 對 是 呀 我們自己也趕快靈靈看 自己有嗎 哦 老師 老師 你真的不是很好 這次講 對 我這次講太慢了 所以被講光了 哦 謝謝我們元松 彈子九十一 Have a Me 喬治 哇 你們這些齁 好厲害喔 都搶到了齁 呦呦 來 我們的檸檬家香草 恭喜你 你搶最多 你搶了十一U啦 哇 恭喜你了 你們要謝謝呢 我們新時代中餐館 我們 李總 哦 Eddie說 Uncle Uncle 啦 Uncle Uncle 大家如果有來杜拜 對不對 真的要來找我們李總 李總 你跟我感覺很親切 真的嗎 真的 真的 了解 哦 我本來沒有採訪你那時候 我就覺得哇 李總 好像勾勾在上 我有點緊張 恐怖 可是見到你本來覺得你很親切 而且你年輕 嗯 你年輕 因為我本來想說什麼腫的那種的 大概頭髮都光光的那種 那 那 或是肚子大大的那種 有沒有 那種好像比較在我的印象裡面 就是什麼腫筋 你都是這樣子吧 對 可是看到你是完全不一樣的 完全 完全不一樣 給我一個很大的驚喜 謝謝 哇 我們呢 這個 檸檬加香草 要感謝李總 謝謝 謝謝 那你們要記得咯 李總是在我們呢 杜拜 Dera老城區 新時代餐飲 你們如果說有來的話 有青朋友有來的話 你們都可以做個善事 我覺得這是個做善事 做善事 做什麼善事 做什麼善事 外國嗎 特別要說國外嘛 對不對 然後呢 大家呢 能夠呢 告訴我們中國人 我知道這個杜拜 有新時代這個中餐館 那你要吃中國家去那邊就對了 我覺得這裡是做善事啊 對 對 因為我們到某些地方去找中餐館 找得好辛苦喔 找得真的很辛苦 那找到的又很失望 哈哈 我跟你講 對啊 因為他跟你講 中國人的食物 可是我們看的就不是啊 有些是 對 改良的 改良的中餐 對對對 他就是真的又很失望 然後找得很辛苦 又很失望 不過呢 來到我們的新時代 這個中餐館 那絕對不會讓大家失望的 湯倫老師呢 I swear 我發誓 一定能物超所值 好 我們中國人說怎麼樣 有一有二要怎麼樣 要有三 這是一種 禮儀 禮儀啦 對不對 我們觀眾朋友 要給你再來一次 再來一次 那我們就再發一個 好喔 你們都要求再來一次對不對 李總說我們再發一個 好 謝謝 謝謝 老師準備 我要講快一點 來自從 我就要講快一點 我看一下我自己 哎呀有啦 我還是講到EU了啦 謝謝 你看一下有觀眾朋友 真的好厲害 領到EU 我們臺子領了EU 哇 謝謝 哇 謝謝大家喔 你看一下 我們現場收看人數 來到了1111 喔 1111喔 然後呢 真的很開心 也很謝謝大家啊 真的 AZ啊 你要叫你家加碼啊 真的啊 還要再最後一次啊 這個你要問一下我們李總 可不可以耶 喔 可不可以 喔 你看一下 我們這AZ喔 你看一下 他他 他這樣這裡打出來 嗯 其實很好玩喔 對 我們這個直播喔 他很好玩 其實當直播主持人是挺辛苦的 對對 看得出來 因為他沒有辦法剪接 對 你知道嗎 那我就要一直講一直講 然後呢 他很多狀況喔 不像我們錄電視 像我錄吳宗憲的電視節目 就挺簡單的 對 為什麼我們錄電視 像你說康熙來啦 對 那個康永跟小S 我都錄過了 對 你相不相信 看好看好看好 你看過我了 還好還好 哈哈 那今天我不是詐騙集團 他其實基本上 我每次都有罪 噢 你都有罪啊 所以 所以啊 看過我了 所以知道喔 我們錄那個電視啦 其實它有run down的 run down就是說呢 它是有腳本的 對對對 大概我們有腳本 知道下一步要怎麼走 怎麼走 可是我們這直播 是沒腳本的 對 他保險都是live的東西 你看一下 所以我當主持人 對不對 我一定要怎麼樣 我一定要做現場反應 嗯 是不是 要讓觀眾開心 但是我們 主要直播 還有更多的 跟觀眾互動 對 還有互動 對不對 然後我們來必要開心 對不對 男朋友不開心 也不行啊 對不對 哦 所以AZ呢 要求要加碼 他們馬上就加碼 你知道 哇 我們要不要再加一個 哎 有你決定啊 有你決定沒關係 我覺得應該先讓陳老師 吃點東西 對 陳老師覺得我們的食物OK 對 我們多花幾個東西 對 你們食物是絕對是OK的 說真的 我這麼在聞的話 就很香了 非常的香 真的 哇 哇 你要我去點東西 先吃吧 因為菜食要涼的話 菜食要涼的話 菜食要涼了 好 那這樣子 來 AZ 這個 我每次採訪 這個 我們呢 這個 新時代 中餐館 還有昨天我們採訪 有沒有 有 這個 都會超時 為什麼 因為你們的東西太好了 我看看 我現在的話是 欸 我已經超時快半小時了 為什麼那麼厲害 對吧 對吧 我們已經採訪一個半了 欸 我們已經採訪一個半了 咧 難怪 難怪 來 沒關係 這個 AZ既然說加碼呢 那我們呢 因為AZ也是我們的大客戶 一定要幫他達成心願 好 然後呢 來 你再幫我們按最後一次 好不好 AZ AZ在嗎 AZ還有在 他一定會在的 我們就直接發了 好 就直接發 來 我們看看 超時也準備好了 好 我也在試試看 我也在試試看 哎呦 這次最好的 對 這次我拿到9U 最好的 謝謝啦 謝謝 我們三再幫各位加碼 再加一 然後呢 節目呢 因為我們本來訂一個小時 現在呢 我們已經做了將近一個半小時了 然後呢 美好的時光呢 還是有結束的時候 那節目最後呢 再請呢 我們呢 在我們 杜拜 新時代 中餐館 這裡呢 Top1的 最棒的 Top1的 我們的李總 來幫我們今天呢 節目呢 做個總結 那也謝謝AZ 他說呢 感謝李總 下回有來台灣 會招待您的 謝謝 謝謝 那由你來幫我們做個總結 謝謝您 怎麼做總結 就是跟大家道別啦 感謝 對呀 感謝 你看我們那麼多人在看 1163位 那我就謝謝今天在 視頻前面觀看的觀眾 希望下次大家能來迪拜 來找我們 不管是遇到困難 或是來吃飯 我們都是非常歡迎的 就這樣可以嗎 可以呀 那大家下次再見 下次再見咯 那我們也請店長好不好 在這邊 我們來拍張合照 好不好 把這個畫面呢 我們可以 把它保存起來 大家可以拍合照喔 我看這個球在這 好 我們來拍個合照 好 好 再一次 好 可以拿高一點 再一次 好 可以打掩一下 這個你可以幫我拿一下 好 好 我們這個麥給我開進去 你要不要一起來 謝謝你 好 那我們再一次咯 謝謝 3 2 好 好棒喔 這些我都會轉給你 謝謝咯 那我們好看爸爸上 下次見了 拜拜 拜拜 好 好 謝謝 謝謝